通通裝了感應師的大燈 感應師大燈一裝了下去之後 他有所馬上來謝謝我 因為感應大燈 所以機車失誡率幾乎尾乎其為了 為什麼 大燈一亮他不敢在這邊偷車了嘛 同樣道理 如果我們提高校園的見景率 我想警察的業務非常繁重 非常多事情要做 不過我們孰輕孰重 你以現在來講交通也好戶口也好 甚至於包括色情賭博 這些都沒有毒品來得嚴重 我這邊有手上的數據 我們在警政署裡面 全台灣的比較裡面 我們基隆的人口數 那麼的少 結果我們比所有的 大部分的這些縣市 就是我們的發生件數 還有刑疑犯人數 以及毒品數量來講的話 我們竟然 我們在102年到103年的3月份 這段期間 我們竟然高達全台灣的15% 那麼目前到今年為止 我想我們這邊的資料是到105年的3月 從去年的4月到今年的3月 我們是有稍微下降 已經在3.5% 佔全台灣的3.5% 不過3.5% 你以全台灣的人口數 我們佔那麼少 可是我們佔了3.5% 已經算非常高了 其他我們像一些 什麼苗栗 彰化 南投 我們好像是比屏東 那個彰化線好一點而已 我這邊在講的是說 我們預防重於治療 我們現在 基隆市的這個 這個毒品這方面的 這個破壞率 這個表現都很亮眼 素質都非常好 可是我在這邊想強調的是 我們希望的是 防治 而不是破壞 為什麼會破壞這麼多 這麼亮眼的成績 是因為你 毒品太氾濫了 太多這種東西 太多魚 所以你很好釣魚嘛 我們如何防治 讓你根本就沒有魚 別想釣到魚的 同樣道理 現在 希望我們 能夠擬出一套 警察局跟學校 我們教育處這邊 希望也要多多重視 校園 毒品犯難的情形 在我們 我們基隆市警察局 自己的社區警政電子報裡面 也有提到 提到這個 校園的這個 校園少年犯罪的 這個毒品的總人數 有明顯的上升趨勢 尤其是少年毒品 跟暴力犯罪 我想 如果 這個少年 試用毒品 成癮之後 無論生理心理上 都難以擺脫毒品 我想 很多案件 包括 最近 又拿到 割喉 跟 把他母親給割死 這種案件 其實大大小小案件 很多都是來自於毒品 所以我想我們基隆市應該 我想在這邊請我們 那個局長 我想 在這方面 我知道你們為資安付出 非常的多 非常辛苦 不過我希望 基隆市能夠在台灣 取得一席之地 就是我們對 毒品防治 是全台灣做得最徹底的 做得最好的 尤其針對 青少年的毒品 再這樣犯難下去的話 以後 學生都要包那部上課 不是上課 等他們出社會 開始要工作的時候 是包那部在工作 所以 毒品犯難的問題 希望 我們基隆要做到最徹底 最尤其 尤其 警察很無奈 我抓到 抓到他拿K他命 結果他未滿20公克 也是違罪 罰個錢就沒事 那是不是在這方面 我們基隆 是不是能夠有另外的一番作為 對校園的毒品 徹底徹底的 把一些其他比較次要的工作 把它盡量挪到毒品防治方面 防治 綜以破獲 謝謝 好 我們謝謝余三發余議員 滿貴意見 現在還剩下兩分鐘 我想 等到我們 對 我們議員都發言結束之後 我們再休息好不好 我們現在請 呂美玲議員發言 主席大家好 有關於這個議題 實際上是非常大的 我們一直把這個精神病患 跟危險因子 還有跟犯罪 合在一起 事實上 真正的精神病犯 是必須要被嚴格的定義 而且精神病患 並不代表 我們剛剛議員有講過 並不代表他一定會犯罪 而且犯罪的人 他假借精神病患 想要來這個 減清他的罪行的是一大堆 並不是我今天去看的精神科 我今天去看的肇育科 我今天看的這個憂鬱症 我就是精神病患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在想 我們應該就是 在這個律法上面 或許我們必須要跟法務部 或者司法院 來做一個釐清 我們真的很希望 法務部告訴我們 什麼樣的狀態下 我們可以去把這些 所謂的犯罪者 把他這個強制執行 強制的這個收押 因為你現在 剛才也很多人講 我們處理過非常多 所謂的精神病患的問題 但是呢 只要家長不同意 警察也莫可奈何 我們也沒有辦法強制治療 這樣子的 他是真正屬於精神病患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強制 是因為他有所謂的人權 所以呢 你現在要去討論這個 在我認為 我們必須要跟法務部來討論 我們怎麼樣去理清楚 就好像你今天 要去取締一個犯罪行為 或者是一個比較所謂的 不妨礙社會秩序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先請教他 請問一下你有精神障礙嗎 還是說請問你是不是精神病患者 我們需不需要做這樣的動作 否則我們會被被告 說他是精神障礙啊 或者是精神病患啊 你警察怎麼可以妨礙人權 我去警察是非常難做的 那還有呢 現在校園 你要叫校園做一個防腹好了 小學國中沒問題 因為他有制服 可是高中以後呢 服裝移動已經不在 學校的管制範圍了 那你怎麼辦 就好像我們剛才 也有同學 也有同仁講的啊 我進出的時候 我不一定每一個都問他 你是不是 學校相關人員或是你同學 所以我今天只要 我隨便穿一件衣服 因為反正我不需要穿制服 所以我能夠自由進出了 學校的安全更加的這個出現漏洞 那你不可能只是找一個警衛 校警 他就有辦法來防衛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討論這個議題 我們更應該跟整個行政院 來做一個非常非常這個 嚴密的一個會議 甚至請教他 在校園的這個部分 我們應該怎麼做 在他服裝移動已經開放的時候 已經在自由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來保護我們的孩子 我們的學生 第二個 校園毒品犯難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因為他未滿16歲 未滿14歲 我們因為這樣子 我們減輕了他 讓他呢 他的這個幾等不斷的上升 從這個 他原來只是跑腿 後來變成泛慢 後來變成要頭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非常大的 那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的社會處 我們的社會處的社工人員 我們也知道是嚴重的不足 可是呢他嚴重的不足 是因為我們定義 所謂的精神病患的問題 當我們沒有嚴格定義的話 他對社會的不適應 他對他們家庭 經經緩經的不適應 他跟他老公關心的不好 他產生的憂鬱症 他產生的躁鬱症 這些全部如果你都要規範為 精神病患的話 那我告訴你 每一個家庭我可以告訴大家 每一個家庭都會有 有這種精神病患 你也是啊你也有可能啊 在座的每一個人 我不相信你們沒有憂鬱過 你們沒有因為壓力過 對不對 你去吃安眠藥的 你們要不要舉手 就是你們老實地說 你們偶爾吃過安眠藥的舉手 沒有嗎 沒有嗎 有嗎 我再問一次 有請問一下 你曾經吃過安眠藥的請舉手 你看 對啊 很多個啊 那怎麼辦呢 這些都算是精神病患嗎 當然嘛 不是嘛 對不對 所以這是要嚴格的去把它嚴格的定義 當你對於生活的不適應 那是你的問題 可是呢 我們現在的法官 我們的這個檢察官 都是恐龍進化的啊 所以呢 他可能 你抓起來很 很努力的去抓 或者是大家嚴密的監管 林長啊 里長啊 嚴密的監控 我都知道這個人有問題 我自己抓起來之後呢 欸 他覺得沒事啊 欸 他覺得就釋放回去啊 對不對 你要多吃一點就好了啦 鎮定自己多吃一點就好了啦 都放回去都沒事了 所以這個觀念是大家一起要去定義的 整個社會的安全體系 在本席認為是要大家要 要有一個定義 而且大家一起去遵守 不要我今天認為 好 我今天領長 我領長認為是這樣 或者是全體的社區的居民 認為他是有問題的 可是呢 我拿到的警察軍 警察軍說 啊不 這不行 好 警察警示認為可以了 我到了檢察官那邊 還是一樣放回來 大家定義不一樣耶 啊然後也沒有辦法去 嚴格執法的結果呢 就是亂 我們現在社會就是亂 亂到後來我們現在 認為說我只要用精神疾病患者 這六個字呢 我就可以讓自己心愛一點 然後呢我就可以 要求你教育處要怎麼做 要求你社會處要怎麼做 要求你衛生局怎麼做 要求你警察局怎麼做 好像這樣子就安全了 實際上不是這樣的 實際上要怎麼樣 要法治分明 大家要有法治的觀念 如果今天你沒有法治的觀念 你今天要人家去做 誰要做壞人 對不對 警察操得要死不活 社工人員一個人要對幾幾百個人 每一天都有十個以上的案例 所以他要上簽的案例 結果呢我們努力的做 第一線的老百姓努力的做 第一線的基層的公務人員努力的做的結果 送到了你檢察官那邊 不是被釋放就是無罪 不然都一天再來告你警察 對不對 一樣嘛 所以呢你叫這些人怎麼做 未來呢還是一樣啊 未來你叫警察敢執法嗎 你敢叫那社工人員每天去問他嗎 不可能啊 所以呢我覺得在這個地方喔 是不是請我們的這個主政者 可以跟中央反應 大家有一套的系統 然後每一個縣市 大家一起來規範一起來做 那我們就不怕這個人 他為了逃避 所以他有可能簽戶籍 你也知道喔 如果我真的要去那裡 我戶籍簽到那邊 你還要經過好多天才會找到我 當你要再找到我 強制執行的時候 我再簽一個戶籍 你永遠找不到我 你們可能都不太清楚吧 這些都是我們碰到的案例啊 對不對 所以是要統一的規範嘛 統一的規範大家統一的執行 然後呢也拜託 就是說讓法官告訴我們 什麼可以抓什麼不可以抓 讓檢察官告訴我們 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不對的 那這樣子的話 大家再不會做鋼嘛 否則的話 操的鑰匙 做的鑰匙呢 還是一場空 然後社會安全呢 這個概念呢 永遠沒有辦法 在我們的社會上呈現出來 然後呢危險大家自行來承受 那永遠呢 本來呢 家庭只有一個人很惶恐 到後來被兩個人 現在因為這個事件 這麼多以後呢 我在想我們全部的人 大家都很緊張 我們都是精神病患者 這是我的意見 我希望呢 我們的主政者 能跟中央去反應 然後大家一起來 才會有社會安全的機制 謝謝 好我們謝謝呂美玲女議員 寶貴意見 現在十二點零七分 我們下午再繼續 先休息 我們各局處有沒有什麼 或者是我們請市長方 你綜合一下 用簡單的來做為說明 好謝謝 謝謝議長 還有各位議員先進 對這個議題的一個關心 就像 其實剛剛早上的時候 各位議員先進其實都提了很多 這些建議的方向基本上 也都非常的正確 特別是 在這個議題上 應該是預防 剩餘事後的一個處理 而且應該是要 治本而不是治標 那不過 這個社會上的這些發生 亂砍人 殺害無辜的幼童等等的一個事件 其實基本上背後這個是一個國家的社會問題 那也不只是犯罪的或者是說 所謂的精神障礙等等的一個課題而已 那在更根源的部分 其實這是涉及整個國家資源的扭曲 造成包括教育或者是社會照顧 還有經濟就業等等的一些問題 那這些需要協助 也就是所謂的社會安全網 需要去這個銜接 把它接住的這些對象呢 它不一定能夠受到整個的一個社會的安全網的一個 這個銜接 那或者是去這個 關注它 那並且提供一些協助 最後呢 最後呢 不僅是它個人 造成整個的一個錯亂和失能 其實包括它整個家庭的一個功能 也是失能的一種狀態 所以 有很多的一個 那個意見呢 或者看法 就是說它形成一種 不管是個人或者家庭的一個壓力 那形成一種報復或者宣洩等等的一個手段 那基本上是對於社會的一個憤恨的不平 造成 不管是心理狀態或者行為上的一種扭曲的行為 那所以 我們認為說 其實還是應該如果從根源來看的話 應該是整個社會的一個資源 應該做重新的一個調整 跟配置 那另外呢 大家關心到那個毒品的問題 等一下我想進一步請我們衛生局 吳局長來跟大家報告我們毒味中心 的一個 現在在努力的一個方向跟成果 那另外是 對於這個毒品的一個查記 我們在歷次的一個 這個 匯報上呢 其實 針對 校園毒品的一個問題 其實不斷的在做一個精進的處理 特別是我也指示我們警察局 就是針對 這些毒品交易或者吸食的一些熱點 它可能是包括有一些KTV 或者包括有一些 這個汽車旅館等等 我們也要求 業者應該主動的來查查舉報 因為其實在這個這些空間裡面 吸食這些毒品呢 其實它會存留的特殊的一個氣味 也不可能不知道 所以在這部分我們也加強 來這個查查或者遏制 這些所謂的交易或者使用的這些場所跟地點 那另外是在校園的部分 我們金融市在最近這一兩年 雖然在比例上有降低 不過在全國的比較上 我們還是相對是算高的 那這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 我們金融市是全台灣各縣市裡面 人口密度第四高的 那第二個是 我們人口數相較於其他縣市 基本上是比較少 就是特別是大台北都會周邊的一些城市 所以只要有一些這些案件發生的話 其實我們在相對的那個 變動的係數的這個數字上面 我們會比較明顯 那無論如何我想在金融市 特別是校園的這個第三級 第四級毒品的部分 我們的確是有這個問題存在 那等一下我再進一步 請我們衛生局跟警察局 就這個細節的部分跟各位做說明 另外是早上正寧議員有特別提到 電子圍離來增編預算的部分 我想只要是我們預算許可的範圍裡面 我們會盡量的來努力 那有關於社工人員不足 我們金融市的社工人員 其實不斷的在做這個補充 那不過現在全台灣的社工的專業人員的 一個訓練的人數基本上跟不上 我們社會上現在的一個需求 所以我們常常會造成說有缺 但是不一定會有合格 能夠有合格的社工人員 來這個投入這項的工作 不過我們會盡量的來做努力 那對市府的一個角度來講 只要是有需要的這些員額 我們是全力的來給予支援 而且我們社會處也從這個中央呢 也爭取到許多的社工人員的一個 這些經費 所以我們不斷的來做加強 不過說實在社工人員是非常非常辛苦 所以也常常有這個流動的這種狀態 那有關社工人員的狀態呢 我等一下請我們社會處務助長 進一步來跟大家做報告 我想先做以上的說明 謝謝 好 謝謝市長詳盡的說明 我們現在再請我們衛生局衛福部 我們來說明一下 好 謝謝議長 謝謝各位議員先進的指教 關於毒品在基隆市的一個情形 那事實上 基隆市的我們每一年列館的那個 二三級毒品包括四級的一個 Ketamine青少年的一個使用 那二三級的毒品在這一兩年 確實是有往上升的一個跡象 那青少年這一塊 在校園的一個氾濫的情形 確實是也是一個全國性 算是一個滿嚴重的 所以基隆市的一個毒房中心 對於青少年搭配這一塊 所以我們有加強了一個輔導 怎麼輔導 我們跟民間的一個資源 跟一個教授 我們推行了一個青少年Ketamine的健康維護計畫 我們是用前進式的 因為青少年根據研究 那他吸食了Ketamine 大概有一半的人 他會繼續的吸食下去 而有一半的一半 四分之一的人 他會從三四級進步到一二級 所以這一塊我們必須加以阻斷 要讓青少年阻斷這一塊 唯一的就是要讓他認知到Ketamine的一個壞處 所以我們跟教授合作 做一個前進式 跟一個密尿科醫師 我們在辦講習的時候 密尿科醫師就在下面 我們透過問卷也鼓勵這些青少年 馬上就加入了這個健康維護計畫 這個健康維護計畫 只要他經過他允許 就可以馬上接受我們的醫療團 在現場醫療團的一個審慎的一個評估 而這個審慎的評估出來 在如同余藝人所講的 那個膀胱的工人的衰退情形 也超過我們的想像 所以這個計畫雖然是事半一年 但是 目前我們看施工最多的大概是磁性的 剛剛四年喔 黑蜜豆的審慎的審慎 我告訴你你也都穿黑蜜豆的 你的審慎可能比較多 我的意思是說 你找不到 並不是說你就會找不到 而是說你方法上 你可以找這些實際團體 這些社會工作人 國工山也好 或是獅子會也好 他們都有在辦理這些關懷 社會的問題的這些議題 你必須把這些社會團體 宗教團體 結合他們 請他們幫忙 你那區塊 劃分出來 你需要怎樣的人 事實上社會上並不是那麼難找 你要找個體一個一個這樣找人類 你找團體 由團體來跟你配合 我想獅子會或浮人社 紅心會或青商會 那我們看的佛光山也有 經常在做社會關懷的活動 持續最常做 做到國外去 這股力量你沒有把它拉進來 你永遠找不到你的職工 因為你的職工很奇怪 市政府的職工是特別難待 待沒多久就走 就離開來 很奇怪 以前我記得社會局的時候 職工很多很多 尤其是警察的這些家屬 都投入了這些社工的活動 我們也希望說 你能夠進入找一些 已經退休的公司人員 尤其是以前從事過社會社政課 或是林政課 這些比較跟民眾有接觸 關懷的區塊的人 他們對食物上 你就不用在訓練 這些人就價金 保持密切 需要幫忙的時候他們都會勝出認證 只要從你們社會術出去的人 我想大概對社會術是有感情的 他做那麼久了 退休以後 他可能一天不用做八個小時 他一天來一個小時兩小時 對於你來講 工作量的減輕 還有事情的決決 都會有一個很好很好的方法 來做圓滿的優勢 你們社會處這些處長經常在換 那些科長呢 他可能是在裡面 那以前基本的這些員工的人 一定要找回來 畢竟會從事社會處工作的人 大概都會對這些人 會比較有愛心的人 如果沒有愛心的人 社會處待不下來 能夠待下來表示說他對於這個社會還是有愛的 尤其是對這些 若是團體 那更加呢 關心 我看呢 這個部分呢 我們處長呢 我們就要多點優勢 找團體 找個人不好找 真的是說實在 團體一定跟你配合 你會呢 做的事情會做更多 以上跟您建議 謝謝 謝謝 我們 余三發 余議員 謝謝議長 我想剛剛局長回復 我想在這邊還是一樣先肯定我們基隆市警察 他們非常努力的在辦這些案子 所以我們基隆才會名列前茅 所以我針對這方面是肯定的 並不是說我們基隆市的警察局夠努力 是非常努力 而是說 目前包括說剛剛我們議長應該 我想應該不只這幾個局處 應該我們教育處自己應該做個錯誤 不過我們現在 大家最擔心的是校園毒品 那麼 警察局這邊 如何跟教育處這邊 我們共同攜手 去把校園毒品的事情 做最好的防治 那麼 正如我剛剛所說的 Ketamine 屬於三級毒品 持有20公克以下的話 頂多罰個一兩萬塊 也沒有前科 也沒有什麼 導致這些學生肆無忌憚 現在 現在連小學都有毒品 毒品如此氾濫的情況之下 我們怎麼樣把我們最主要的工作 放到校園毒品的防治 這才是今天我們想要的答案 這些 這些以後會再長大 從小就開始培養毒品 以後又是社會的一些 你看我們常常一些 搶檳榔攤啊 一些 做一些不管大案小案 大部分都是來自於毒品 當然 我們剛剛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有精神障礙方面 也是一個問題沒有錯 可是這個明明 毒品的事情 以後就是我們 未來的毒瘤 為什麼現在不從小開始 做防治 我們現在 我今天所講的重點 我們不在於說我們破獲率多少 而是我們防治能力在哪裡 如何把校園的毒品 做一個最有效的一個 比如說假設 中央還沒有辦法 到目前還沒有辦法 因為不想讓學生留有案底 所以他一直沒有把他三級毒品 列為二級 這也是造成我們執法上有些困難 是不是我們在這方面 是不是可以往中央或立法院做承報 是不是希望表達我們地方的心聲 我們希望重視校園毒品 是不是應該把K大面列為二級毒品 不要再三級毒品 再來 二十公克以下 罰個錢就沒事了 是不是該修個吧 請中央重視這個校園的毒品問題 再來 誘因在哪裡 我們今天打開天窗說亮話 站在每一個警員的立場 他們當然是往有績效 我們警政署或是我們警局這邊 重點重點的工作 你們重點工作在哪裡 他當然往哪邊衝嘛 就要用青春張案 或者是你的春安期間 當然他有特定的一個目標給他 當然大家要往這邊衝 我們都衝到明列前往 都表現很好 沒有錯 現在只是我希望你們 把這一個轉重點 列為重點 我說得不太聽了 拿了二十公克 學生校園這個 他根本也沒有什麼績效 是不是我們市長這邊可不可以 譬如說我們這邊也可以來募集 我這邊也可以來募集 是不是在找民間團體或怎麼樣 我們另外定定一個 我們可以吸引 可以獎勵 可以鼓勵 讓這些員警 雖然目前為止 抓到二十公克以下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績效 沒有什麼嘉獎 可是我們有 我們市政府這邊 可以頒定一個嘛 針對這個我們來做獎勵 需要民間的企業來做贊助 我來找 我們就希望能夠去獎勵 給這些 要給這些 這些 誘因嘛 我抓抓到買他也沒有事情 我們就回來了 我也沒有家中也沒有什麼 小孩子 甚至於他還會對著警察下 我沒有事情我回來了 但是肚子 這樣日漸一直犯爛 肆虎忌憚 我想我們打開天窗說亮話 校園現在毒品犯爛到 讓你不敢 不敢去揭開的事實啊 真的太恐怖了 連小學生到處都犯爛 我看從這邊報紙這麼多媒體 報導的 基本上就破獲幾個學生 人 就幾個學生驗尿等等 我想這方面 應該應該 市長應該是 結合我們的 教育處跟 跟我們 警察局這邊 趕快趕快把它列為重點 不要再讓它氾濫下去 不要再往下打根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現象 這是我今天 一直希望 我們金融市政府 有所做的地方 謝謝 好 我們 謝謝余承發 廣歸的意見 我先請教育處處長 好不好 我們陳處長 先 來說明一下 議長還有 就是對一桌大家武漢 好 那感謝余毅座剛剛有特別 就是對校園內的這個毒品 犯案這個議題 這大的關切 那確實 最近這幾年 毒品進入校園這個議題 其實全國局目都在關注 尤其在前年的時候 法務部其實是有召集各部會 包含教育部 海巡署 還有其他的相關部會 希望能夠把K他命 能夠變成二級 在那個會議裡面 其實那個不是第一次會議 那是討論了好幾次的會議 那為什麼他一直沒有辦法生為二級 就是因為 因為教育部一直反對 就是你如果變成二級的話 其實所有學生的這個個資 其實全部都會公布 也就是說 教育部他基於保護一個學生的立場 他希望在未成年以前 甚至是未來就業 不要還沒出校園 其實就是社會人士已經都知道 他就是因為有寵 所以因為這樣的一個因素 所以就會盡量 只要是校園內檢查出來 都把它放在三級 那也希望K他命就是 是不是暫緩就是 不要變身為二級 這個議題 那時候就是一直沒有達到公式 那未來如果真的是 有相關的這個會議的機會的時候 我想有機會到部會開會 也許我們可以表達這樣的一個立場 那個人會變成什麼樣子 腦筋會變成什麼樣子 腦力會變成什麼樣子 這個過程讓你看了 就覺得就是說 深深的體會到 這個吸毒的一個壞處 那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影片是最近最新的一個 也是青年人所創造出來的 我想這個我會聯繫 那請教育部這邊去處理 那我剛剛早上的時候有提到 就是電子圍禮的時候 在這邊很抱歉 就是因為剛好一個紙橋是寫東光 所以東光國小 那是深美國小 那深美國小 只有深美國小 申請那個電子圍禮 那我想為了這個校園安全的問題 那麼我們希望做這個防護的工作 我希望這個市長這邊 市政府這邊 能夠在明年度能夠變預算 能夠全市的 因為現在新北市 雙北都已經在用了 雙北都已經都有逐漸的 漸漸的 或者明年的時候 今年明年變預算的時候 我們希望各個學校 的地方可以逐年的編列預算 來做電子圍禮 這是我希望 早上因為沒有聽到你的回覆 回答 所以我就想在這邊再提出來 謝謝 謝謝 好我們謝謝鄭林清亮議員的發言 那還需要各局處的 來 來 我們張國會張議員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我想針對本案 我想再建議我們教育處 因為我不曉得 現在因為 學校的老師 這些 是不是因為最基層的 也接觸 跟小朋友接觸最多的 我希望你們能夠 利用時間 暑假期間 能夠 找他們 找一些專家 還是參加 參加什麼營 你知道 淹毒 淹毒體驗營 去參加一些知識一下 吸收一些知識 讓他回去 知道淹毒 已經煩惱到如此嚴重 然後 回去 好好的注意到自己的班上 班上的一些狀況 然後也希望 你找一個 對於這些 那些 表現比較認真一點的 那些老師 積極的在防範措施做得很好 這些你要自動提出獎勵 讓這些 大家一起動起來 我想的是 最基本的防範措施 也是要 最基本要做好 因為老師是第一線的 連這個氾濫 已經到那麼多程度 已經到那麼嚴重了 老師都自己都不知道 那怎麼辦 又加上現在愛的交易 動都不敢動 罵也不敢罵 所以這些非常嚴重 所以我是建議 你應該 看看是到花蓮去 還是比較我們全國 研讀這個 講師比較好的 那些體驗營 去參加兩三天的 回來的話 他就有心得了 好 我們現在再請我們處長 以最簡短的 針對我們議員的問題答覆 不要說到水暖 轉破 結果做不到半行 這樣就不好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議長 謝謝各位議座 好 那針對這個 政寧議座還有 余議座還有 那個 張議座剛剛的 這一個 再次的這個 隨行的部分 那 我們這邊很快會有一個 積極做法 就是因為其實 基隆還是 上個月已經 受教育部的委託 變成是 北部的這個 防堵的一個 中心了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在暑假 立即跟他們合作 而且那是確實是一群教授 在那邊指導的 然後我們就盡量讓我們學校的 第一線的老師 鼓勵他們來積極參與 那也讓就是有一些做法 做為是有一些成效的老師 來分享經驗 好 這個是我們立即可以做 那第二個部分 就是那個校園安全圍離的那個部分 那 今年是 就上次你們在仁愛國小 我是有做那個記者 我也有承諾說 就是我們會馬上先找一所學校來試辦 那後來我們就看到 因為剛好深美國小 它沒有圍牆 我們覺得它是最危險 所以我們才會想說 從深美國小先試辦 那也很感謝我們計劃報告 去教育部就同意給我們錢了 那其他的學校部分 我們現在其實是都有 今年之後是在 在申請了大概將近四百萬的監測器 也都申請下來了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 深美國小這個案子 如果做的效果是不錯的話 因為台北跟新北 兩個的做法是不同的 一個是一百萬 一個是十萬 那看起來好像一百萬 未必那個效益是比較好的 十萬好像也未必效益是比較差的 所以其實我們會先從 就是深美來試試看 就是如果效果是OK的時候 我們就會盡量 我們會把預算 盡量是把它邊組邊進去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立即是 在今年應該會有些積極做法出來 那其他的就是 校園的宣導 或者是毒品防治的部分 那我這邊可能也就是肯請我們 其實我剛剛講的警察局 我們社會處還有衛生局這邊 那未來我們會更積極的 把這個網絡建構完畢 補導 追蹤 管理 醫療等工作 以保障市民 居住及學生 就學安全 這樣可以嗎 要不要回答一下 好 通過 我們休息五分鐘 好 對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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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性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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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